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為什麼我們這個街頭會這麼髒 為什麼我們住宅區附近環境會這麼兇 有人丟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有很多這些 垃 沙 蟲 有人丟東西 蟲 垃 沙 蟲 我都一樣有 你不要亂來 就是為什麼 我們周圍很多的垃圾蟲 說真的我們在馬來西亞惡劣到什麼情況 首先就是我們已經沒有垃圾桶了 這個垃圾桶是被垃圾堆蓋住的 所以只有垃圾堆 然後垃圾堆就在很多地方都會有 如果垃圾堆不是垃圾堆的 只要有人丟一個東西過去 就知道是你的 就開始很多人堆過去了 那又不可以怪他那些垃圾蟲 這裡是丟垃圾的 垃圾桶這麼小 加那麼多垃圾 怎麼丟垃圾 就蓋著垃圾桶去 但是你應該拿去丟的地方 例如說真的你開車 假設有些人在車上有一個 迷你垃圾桶 然後丟垃圾桶再清掉 有些人不是的 禮手丟出去 垃圾蟲 最厲害就是看過一些 明明前面就是那些垃圾桶 因為臭 在離遠處就丟了 一丟一丟一丟 整個都是 那你怎麼對付垃圾蟲呢 應該這樣 你是不是說 3 2 1 就是這樣 我們當然是不應該槍斃垃圾桶 是說不到法律的問題 國家都有損失的 我們應該罰他錢 沒錯 最新的消息說到罰的一堆 一千塊 而你有沒有 沒有就垃圾了 不過如果沒有被捉到 那怎麼辦 其實呢 暫時這個是 還是提出來的一個新例 還有很多東西有落實 對不對 是 因為他未戒定 怎麼為之垃圾 如果我跌了一塊 看到沒有垃圾 垃圾 錢呢 錢啊 然後為之 怎麼為之 如果我是垃圾桶 我不小心丟 沒有那個垃圾桶跌了出來 那叫不叫亂掉垃圾 很多東西未戒定 如果我在自己的礦堂亂掉垃圾 那算不算 住宅區範圍 算不算 或者我丟垃圾 我丟在自己的垃圾桶 我丟在別人旁邊的垃圾桶 一句說完 沒有錢你就不要亂夾垃圾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錢你不要亂夾垃圾 當然有錢也不可以超促 有錢也不可以亂夾垃圾 哈哈哈哈 完全是歪理 終於就是 我們提出有關這個 亂丟垃圾罰一千塊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你身邊有沒有那麼多垃圾床 讓一個地方是 很骯髒的 看到我們也要祝福一個好的朋友 就是他知道我看 哈哈哈哈 OK 跟他說 去玩 要玩得開心點 但要玩得小心點 也都可以 不是說什麼 要玩得小心點 聰明人 但我們也希望你快結婚的 但又未知快到這樣 還有就是保護措施 最重要是 保護措施 不是 因為我會 有些東西 什麼 打開 不是 有些東西交別主題 你幫我拿給你 哈哈 就是我們叫PREDUCE 先去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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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她的女朋友的媽媽 也會擔心 我沒有擔心 阿寶已經大過了 你女兒都放心交給她 謝謝 超錯啦 就是這樣啦 再見 超時 超錯